作为一个大龄的90后 想起来那个F4流星花园 以及那个薰衣厂 那时候 那今天呢 开箱开的也是一个薰衣厂 从上海那边发过来的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 然后给大家叨叨一下 人话说没想到啊 老花一你还是个90后 对 大龄的90后了 同样很专业的一个售后卡 很专业的包装 很专业的包装 包装呢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然后价格呢 是25块8 那么两盆 它不是一盆 打开看一下 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 有的话说 老花一这个薰衣厂 怎么看着跟迷迭相似的 差不多吧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F4流星花园 那四个人长得都一样 不过 我就最近这一两年 我发现很多的网友 扒出来他们的照片以后 我还发现 哇 那一般的这种正规包装呢 他们的根系什么的都很正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粉色的 女的话说 你怎么知道粉色 它写着呢 我不傻 看根系 根系是很健壮的 这种 它是用的纯椰糠的土 纯椰糠 像这种根系长满了 大家到手能做的 第一步就是换盆 要不然时间长了 这些根系没地方长 慢慢的退化了 就麻烦了 好了 先放一边 再看一下这一刻 这个根系也很满好了 接下来话不多说 咱们先入盆 像这种根系 比较爆炸 比较哇塞的 这种呢 大家入盆 你实在掰不开根系的话 可以动用拆刀 这个我个人就觉得无所谓了 不用 直接就上盆处理吧 好 咱们接下来呢 就进行入盆处理 这个东西生长起来 还是比较凶患的 先往土里边半点肥料 接下来那入盆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要太深干嘛 太深打拳的 可能有的花友也会说 老花 你怎么不换一个 大一点的花盆呢 这个花盆可以换再大一会儿的 我这个是 每一期我们做开箱的 都会抽奖送给花友 这个我就不换那么大的盆了 一个是成本太高 再一个呢 是不利于扶盆 等到送给花友的时候 他正好看根系长满了 还可以换个大盆 去体验一下种植乐趣 第二盆同样 非常的清香 非常的好闻 大家有的话说 我可以养在卧室吗 不 这种东西是喜欢光照的 首先大家一定要盖他这个点 他喜欢光照 如果没有光照的话 是养护它的话就比较难 另外呢 他开花期 一般是在五六月份 一般是在六月份的时候会开 开完以后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薰衣草 给剪下来 有的话说剪多少 你想剪多少 剪多少 剪下来以后呢 晒干 晒干之后呢 可以用个囊 做个香囊 放到自己的衣柜 非常的香 有的话说 这个可以吃嘛 你想吃的话 有另外一个叫迷迭香 跟它长得很像 它比这个味还串 可以做牛排 那个叫迷迭香 这个就别吃了 这个是非常适合 做香薰的一种东西 浇水这一块呢 像咱们用到的这个盆 比较排水透气 大家浇水的时候呢 可以等到它掠干的时候 就可以浇水了 好吧 用土的话 尽量的选择那种松软透气的 如果地灾的话呢 尽量的找一块 沙囊土的地方 实在不行的话 用一些沙子做一个改善 气温的话呢 这个就没所谓了 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地灾 你说零上四十度 跟零下四十度 它都没问题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呢 可以实现全国的一个地灾 也不是什么一个新奇的植物了 好多的话养不好 多半都是因为光照的问题 说到用肥 用肥的话 大家选通用型的 就完全OK没问题的 这个对于肥料的要求并不高 好吧 总的来说呢 养护比较简单 让咱打分的话 二十五块多两盆 可能我种下来 你感觉很直是吧 这种的话 总的来说呢 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款 在市面上来说呢 也非常的不错 描情也很棒 咱们呢 也是给到接近于满分的一个描情 您觉得呢 想看什么样的开箱 或者说有什么想买却不敢买的话 都可以告诉老花一 老花一来帮你做 嘿嘿嘿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绝不做 记得点赞 拜拜 啊 вол花一 老花 虚子 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